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他俩从小就在艺术学校学习 之后两人又在各种场合下表演 逃票去参观戏剧 还一同去参加喜剧舞台剧演出 然而观众却并不买账 之后这对欲于不得知的黄金搭档 姻缘巧合来到里程碑电影公司担任音乐师 极具表演天赋的男主 在一场戏中毛髓自剑 他的表现极具张力 领得了导演的赏识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组对早已成名的影星林娜仰慕已久 但这女人是个势力眼 唐娜充满激情的表演 得到了制作人的青睐 安排她与琳娜合演电影 琳娜健壮马上跟了过来 但此时的唐已了解她的为人 对她只有厌恶 这一天是两人合作默片的首映里 默片即整部电影没有台词与音乐音效 全凭演员的肢体语言 与插热的字幕来诠释剧情 这部影片获得了极大成功 观众们掌声连连 上台时 琳娜的声音实在难听 怕她当众出球才让男主代劳 虽然唐已多次暗示 我并不喜欢你 但琳娜的情商似乎有点低 扔在后者脸皮 与男主发展恋情 傍晚 唐与好友科斯莫前去参加晚宴 途中车胎爆了 影迷蜂拥而至 衣服都被扯破了 男主落荒而逃 凭借矫尖的伸手 跳到一辆行驶中的车子里 车主是位颇有气质的妙龄美女 名叫凯倩 小倩是个舞台剧演员 对男主说 你们这种没有台词的末片很没意思 小倩却一把将其推走 男主自知没趣 兴兴的离开了 小倩的一期话影响了男主 他变得不自信了 宴会上不停追问科斯莫 我是不是个好演员 制片人老板为大家准备了惊喜 只见小倩破高而出 他与其他歌舞团成员 一起为宾客们发唐 男主对小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主动要求送他回家 妹子却似乎对他有点误会 不小心将蛋糕拍到了林娜的脸上 小倩见状仓皇逃走 驾车离开 但此后 唐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整日魂不守舍 四处找寻不得结果 为鼓励老友 科斯莫开始了他的单人表演 这时男主他知道 原来小倩被舞团辞退 是琳娜这个小心眼的 卑鄙女人搞的鬼 她被气坏了 戏拍到一半的时候 老板突然出现喊停 原来其他影视公司拍摄的 有声电影已经上映 好评如潮 给墨片造成了很大冲击 Boss决定 将现在拍摄的墨片改成有声电影 他信心十足 自此以后 各种有声剧层出不穷 呈现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奇景 这一天 老板在一场歌舞剧中 发现了小倩 为他的舞技打动 打算雇佣他并唯以重任 再次重逢 男主开心极了 两人兵士前嫌 误会也解开了 原来小倩一直以为 唐和林娜是一对 他也一直很倾慕男主 之前那么说 只是因为嫉妒 为了向他表达爱意 男主将小倩带到 巨大的摄影棚中 点亮背景布 喷雾气 聚光灯 以及树展舞台灯光 还有鼓风机 在这个浪漫的情景下 用歌声表白 手牵手一同共舞 为了演好有声电影 公司重金聘请老师纠正发音 可林娜怎么也学不好 看我们的男主 他口齿清晰 那些拗口的拗口令 对他来说小菜一点 游刃有余 之后他与科斯莫两人 又在桌上连唱带跳的 玩起来踢他舞 有声电影开拍了 林娜不适应这种拍摄方式 不习惯将声音对着 藏在草丛中的麦克风 拦进台词 以至于根本录不到声音 之后又摇头晃脑的念词 导致一会儿有声 一会儿没声 导演不得已 只好将麦克风 藏在他肩膀上录音 新片适应开始了 可林娜那如同鸟娇一般的嗓音 摇头晃脑若有若无的对白 以及男主那匮乏的台词 引得观众大笑连连 不得最后时 影片的声音和口型都不同步了 观众们纷纷提前离席 大失所望 可这片子六周后就要公映了 预想到 它必将成为全国人民的笑柄 男主沮丧之志 备受打击 这时小倩与科斯莫出了个主意 咱将这部电影改成歌舞片 修修俭俭俭 增增增山山必然行得通 好主意啊 三人开心坏了 在狭小的房间中携手共舞 唱着跳着 笑着闹着 可林娜怎么办 她的声音也太 科斯莫点子多 建议让嗓音甜美的小倩 来为她配音 又是个绝妙的点子 男女主二人兴奋的吻到了一起 唐将小倩送回家 二人在雨中意义不舍的勇吻 有了爱情的滋润 男主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之情 在雨中高歌 在水中独舞 时间紧迫 迅速开拍 古装部分的拍摄与配音 进行的很顺利 还有一部分新增的现代戏 叙述一个来到纽约的替她舞者 在百老汇开始她的美轮美奂 光彩夺目 挥鞋幽默的魔性歌舞系表演 电影终于拍完了 男主十分感激小倩的幕后付出 决定帮她出道 可两人接吻的时候 林娜闻讯而来 她猝一大发 拒绝小倩为自己配音 并要求她离开 但男主对她说 这个做不到 不但如此 我们还要在媒体上捧红她 公司本想宣传小倩 没想到林娜竟凭借她的关系 篡改了媒体的宣传 报声就能出 里程碑电影公司 对林娜的歌喉赞不绝口的新闻 林娜还威胁老板 又要改变宣传策略 自己就要起诉公司 并要求boss 以后小倩只能为自己继续配音 不能出演角色 首映很成功 小倩那甜美悠扬的歌喉 为电影增测不少 赢得了满堂彩 林娜却在后台 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将众人怼了个遍 并要求今后独揽大权 公司的一切由她做主 这个自负的女儿 被欲望冲昏了头脑 主动跑上台向观众致辞 这次男主没拦着她 不出所料 林娜的监狱刺耳的声音 立马露馅了 观众们窃窃私语 有人要求她上歌 男主听后有主意了 众人耳语了几句 让小倩在后台 为林娜现场配唱 小倩虽气愤不已 但已和公司签约的她 也只能聪明 于是一曲语中欢唱开始 起初一切顺利 但唱到一半的时候 三人一起拉下目过的绳子 这下乐子可大了 观众们被台上的情景 斗得前仰后合 男主来到台上 将小倩为林娜拍唱的事 告诉了观众 小倩破题微笑 二人登台同唱 开启了他们的影坛新篇章 语中曲是一部 让人从头到尾笑着看完 看完后甚至想抱个包 去学梯泰舞的电影 可能你们不会相信 这竟是一部拍摄于1951年 距今已67个年头的老电影 2006年 该片被美国电影学院选为 25部最伟大音乐电影第一名 2007年 美国电影学院评选出 100部最伟大电影 该片位列第五位 如果和别人谈起歌舞片 你绝对避不开这部 美国国宝级电影 该片用一种幽默风格的拍摄手法 让我们从侧面了解到那段 从默片转变为有声的影史 有声电影诞生之初 麦克风只能藏在布景里 麦克风的收音效果也很差 离得远的演员往往会录不到音 因此导演的场面调度时 不得不被录音音速所牵制 演员也因为这项技术缺陷 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 念对白时尽量对准麦克风 不然就会像电影中一样 还保持末平时期夸张的表演风格 头左摇右摆 声音却完全不容卖 电影技术的每一次创新 都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 让我们更加身临其境 感同身受地体验到剧中的情景 以及人物的情绪变化 另外老一代演员们的心情付出 也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但也难堵的演员吉恩凯利 在拍摄雨中翩翩起舞的镜头时 净高烧将近40度 你们相信那段精妙绝伦 轻盈飘逸的舞姿 竟是他发烧时拍摄的吗 这部片子里的影人 现在几乎都已去世 在网上看到介绍 他们的黑色头像时 雨哥心中还有些伤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上天一定不会亏待 每一个努力的人 只要在我们擅长的领域 努力付出 一定能收获到属于自己的成功 在解说这条路上 雨哥也一直未曾懈怠 我努力让每一部作品 比前一部更好 希望你们能感受到我的争吵 与大家一同共勉 继续加油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别忘了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雨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第一时间更新视频的 喜欢雨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